我帶您關心到的是娛樂方面的消息 藝人哈林 于成慶喜歡騎單車 為了要完成環島的夢想 他在最新的實境節目當中擔任了小隊長 一群人花了18天的時間 騎了1200公里 不但成功的完成挑戰 也帶領觀眾欣賞台灣各個角落的美 穿著車衣 車褲 戴上手套 一行人 整裝待發 唉 我沒有心 我沒有力氣 不要再上坡了 不管日曬雨林身體有多累 都要堅持下去 哈林 于成慶親自領軍 帶著五位隊員 補學亮 紅小刀 柯友倫 張廷圖 和周虞天 為了最新的實境節目 挑戰18天1200公里的單車環島 記者會上全員到齊 光是頒獎環節 一群人在台上玩得超開心 展現18天從早到晚 相處在一塊的好感情 我覺得那邊那兩個小朋友 應該到最後是體力最好 是 那當然他們體力是越來越好 可是我比較沒有想到 阿亮上坡衝力這麼強 難得有機會 從哈林旁邊刷卡過去 這種機會好好把握 對啊 害我有點涼收收的感覺 這趟旅程除了深入台灣368個鄉鎮 帶觀眾看見台灣之美 就連主題曲也是哈林 為節目量身打造 就在這趟單車環島之旅結束後 成員們已經開始期待 下一趟旅程 你剛剛說 有機會 有機會 可是小燕姐說危險 你就不要去了 不會 我們不要讓老人家擔心 好不好 你不要用手肘頂我 除了深度下鄉 記錄台灣之美 節目也融入環保運動議題 帶大家更深度認識台灣各個角落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